为了给老婆买一根79元一支的眉笔 男人经常开出租到很晚才回家 可就在这天回家的路上 他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白衣女人在朝他招手 为了能多买一根眉笔 男人便决定在跑最后一单就回家休息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女人要去的地方居然特别偏远 可考虑到对方是一个弱女子 再加上天色都已经这么晚了 男人便只能发动了车子 可奇怪的是 一路上女人也不多说一句话 就只是那样默默地坐着 没办法 男人也不好去打扰人家 于是便只能开自己的车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 车子很快就来到了郊区 这时男人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毕竟这里如此荒凉 再加上后座的女人也不说一句话 男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发慌 毕竟为了79元一支的眉笔 把命搭进去了还是有点不止 但好在没开多久 男人成功到达了女人所说的地方 可奇怪的是 这时无论男人怎么呼唤女人 对方也没有一点动静 他以为是对方睡着了 于是便只能先下车去叫女人的家人 然而让他打死也想不到的是 等他再回到车里叫女人的时候 后座上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这下男人可懵圈了 而此时女人的父母却上前说明了情况 原来他们的女儿在一年前就死在了城里的医院 因此每天晚上他都会乘坐一些司机的车子回来看他们 直到这时男人才明白了一气 原来他刚刚拉的乘客 居然是一个鬼魂 看着女人的家人不停地给自己道歉 男人表示能够理解女人的心情 毕竟自己的母亲也在不久之前就去世了 留给自己的也只有一个护身符而已 在回去的路上 男人再也没有觉得害怕了 因为他知道刚刚搭载的 是一个女鬼对家人的思念 想到这 他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一时间 男人也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 他多么希望能够再见母亲一面了 可下一秒 是